我这个不敢说是实话实说啊 我这只是一经到底 我兴致所致这镜头到哪儿 就是哪儿 我今天让这镜头不动 把它固定在这儿 这样你们看我这儿 我这个环境 我这是一个教堂里 我背后是 就是过去神父 听汇报 批评和自我批评 思想汇报 那个小说 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叫 雷瓦列先生 牛蒙 跟神父忏悔的那个地儿的背景 我是穷人 我住这地儿没这么讲究 我今天把镜头固定在这儿 是要让你们知道摄影摄影 就是拍的就是阴影 你看我在这儿不动 我左面 我的左面十分明亮 这个地儿叫高光 一般我们看一张照片 有两个维度 一个叫照度 就是那个太阳光照到我这儿的 叫照度 再一个叫亮度 亮度是太阳光照到我头底上 再反射出来的光 叫亮度 平常摄影 平常摄影叫摄影 摄影 摄影拍的不是高光部分 所以好的摄影书都叫 按高光部分曝光 按低光部分显影 低光就是这边 就是阴影 就是这儿的阴影 拍反转片的时候 尤其要注意 要按高光曝光 按低光显影 我就是拍阴影的 我们这孩的前辈就是也是麦格南的吧 著名的那叫战地记者最后摔死的全身受过一百多处伤的 W.尤金史密斯 他说过 我喜欢把我掩藏在墙壁里 我喜欢拍摄光明跟黑暗的对抗 在对抗中强调光明的主题 尤金史密斯最后是找他的小猫摔死的 在这之前他和一个日本女人同居 日本女的就是号称是世界上最好的女的 既能做饭也能独龙 我有一哥们叫老五 今天我说到他 我们俩没见过 但老五这人特逗 会做饭 我看他吃一顿饭 吃六个羊腰子 老吃羊肉 我觉得吃的油腻 我就今天说 我说老五你把你地址告我 为什么今天问他地址呢 他好他是画家不像我 我做屋里胡思乱想啊 因为我是精神病啊 我是真住过精神病院 北京我住过神六 就北京医学院 第六医院就在北医三医院那边 我住过神六 云南我住过小C的那医院 那时候小C拍我的电影啊 还是叫我的我的什么玩意儿啊 开始他都叫我们的 我们的长征 我说你代表了谁啊 你就是你 你看我写的书 我从战场归来 我钻进了金子塔 我的诺曼底 我第三个愿望 我说全是我 你凭什么代表我们说我们呢 是吧 你不是 他说我疯了 疯了把我弄在那个神经病院里边 神经病的医生跟我说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就对了 我就去了诺曼底 见了龙面儿儿子 小龙面儿 曼菲 见了Kiki 写了一本 我的诺曼底 金丽红的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本一印 二十万本 所以这我的自信就又来了 我觉得我是记者里边 写畅销书 一本一印 印数最大的 但不要看到光明 我这边是光明 我这边是阴影 我要强调黑暗与光明的对抗 在对抗中强调 这是尤金史密斯的话 我就跟老五说 老五今天早上 花一千块钱买张飞机票 飞到景洪 准备去游蓝塘江西双版纳 我估计老五跟我一样 孤猫 梭里翁 独掉寒江雪 肯定那边弄一小版纳 弄是一女朋友了 结果 突然当地疫情 把他的飞机给取消了 取消了退他钱 才退他机票的十分之一 作为老光棍 又老又穷 老官夫 肯定急了 急了就 急了就 跟他们码呗 点儿折没有 我说老五你不能生气 你得 你是犹太大 犹太大 犹腻人男 你看我这犹腻 你得吃苹果 你得吃苹果 我认为小学妹 水大的苹果 叫苗苹果 我刚跟老五说 你把你地址告我 我给你苹果 苹果 这是最好的苹果 这叫王林 王林 为什么叫王林呢 大清朝的时候 管苹果叫林寝 林呢 是森林的林 寝呢 左边是一个木 右边是一个禽兽的禽 禽兽的禽 禽就是鸟啊 不是兽啊 禽兽 还没发展到 禽兽呢 就光是禽 他就站在树上 挑那小果子吃 什么果子好 什么水大就吃 这么大一东西 北京一会儿叫沙果 一会儿叫清果 一会儿叫什么玩 那玩意儿 学妹就叫林寝 日本这民族好学习 到大清国来学 把这学走了 所以日本一直到现在 管苹果叫林寝 林寝里边最好的 他们叫王林 王林是文言文啊 就是王者于林 王者于林寝 但这苹果有些毛病 我就不能给 不能给老五了 你看上面好多小斑点啊 另外这你看都坏了 这个苹果这小斑点是气孔 就跟老唐我胳膊上这毛似的 是吧 看这毛性感 但是他还费事了 皮疙瘩 没事就打人 像我这个老舍的茶馆里边 看我这个黄金杨辉的胳膊 一天打了多少个什么什么 挣了多少什么什么显大样 这苹果不好保存 这气孔太大 必须冷藏保存 这老老五住那个黄山 现在要疫情 磕磕磕磕 这个你看这边都有疤了 这残的 我留着 第二等苹果呢 叫斗南 跟这个林寝差不多 哪能我这斗南 你看这个 这上面还有我小鸭子 老五啊 我给你那苹果里边 一箱里边有一个或两个 有我这小鸭子的标志了 代表着我的心 飞呀飞呀飞 当然你平常喜欢鸡了 但用 现在既然你不能去 那鸡鸡采云之南 你就我这个 光我这大红的鸭子 FF你 你就不要生气 破财免灾 何况我们人民政府 一定会妥善解决 你这凭空失去的 这好几百块钱 这是斗南 斗南呢 是介于 王林和富士之间的苹果 我比较喜欢斗南 还耐住藏 但也很快就熟了 你看这都红大发了 是吧 我刚一说到什么鸡叶鸭的 红的这个跟猴屁股似的 说这玩意就脸红 最好吃的苹果 也最耐筑藏的苹果 是富士 粉红的是吧 那俩都老了 半老徐娘了 这个粉红的 是富士 明天老哥 我给你快递一箱 三种 最好 先吃王林 再吃斗南 最后吃富士 然后吃了这个水大的苹果 我们这种油腻男就不再油腻 明天就焕然一新 出去走向新中国 鸡也是肉 鸭也是肉 猪也是肉 羊也是肉 鸡什么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我刚才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每天这个微博都给我带方向带节奏 出问题让我回答这个回答那个 我一般不适应 开始我还去 后来我觉得烦 我就涨价 说回答一个五百 五百个我回答了好多 点账没扭 没进账 我就 我就不想说了 没 说了我也不知道我那些粉丝都打仗都打哪去了 再一个他们提的问题刁钻古怪 我根本就不了解 我不能忘意呀 是吧 就跟我面对着镜头 我有一半是光明 一半是阴影 点遮没有啊 点遮没有 少吃点油腻的 火大的东西 消消火 吃苹果 老五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你也少掺和那些事 好多事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都能看见高光那部分 那部分都是网站展示给我们看的 苹果的这一面 你永远看不到 永远看不到 永远看不到 叫小用